姐夫啊你下次再来哦 我用这一种的新小姐帮你和婚 帅哥 你在哪里呢 秋雨每天都在等你呢 秋雨姑娘 我来收拾东西 进来吧 江湾沿波桃花浪 惟雨醉飞烟沉霜 四圈散青遮斜阳 遮不住爱亦深藏 青龙花雨分羊花穿衣 去雨水流伤 晴光细微月则凉 借由你半身旁 让你低远下星星啸亮 一遇淡倒亮晴窗 你不是会啊 秋雨 秋雨好想你 秋雨姑娘 我每天都在这啊 那谁让你站在这啊 你跟这没找得这个 你怎么结束你 你你你你你你你 你你你你你 滚出去 吼 不准备对着我啊 吼 吼 你生死了 撕手了 张吾伟 你就挽过我吧 让我留在外满楼吧 在下职责在山 身不由己 再说 现在兵荒马乱 在花满楼地处三国交界之处 各位公主都担心小公主的安危 请小公主以大局为重 什么大局小局的 还不如为其他的取己司局呢 我跟你说 我好不容易找到我的如意难去 我如果就这样回去了 我以后只有思念之苦 再没有信无可言了 请小公主跟在下回宫 你这个初人 哪懂得一位先生的喜悦 还有信信秘秘的甜蜜啊 张吾伟 在下愚顿 请小公主跟在下回去 哎呀 张吾伟 你看这个摔眼花红 哎呀 头发还真空 还满面黑气的 你知道这个是怎么回事吗 这几日跟踪保护公主 疲劳所致 哎呀 非言非言 这人的气势和运势息息相关 虽然是疲劳所致 死者是有逆天之变 有小人在背后陷害你呢 还有啊 你这个满面黑气 虽然是因为分成仆仆 但是啊 死者有逆天之变 将来呀 有身份变动的 那头发干枯是 这头发干枯啊 是因为你洗头发用的移植不好 其实你可以用 请小公主赐教 嗯 这个 我跟你说 这样 你这样 就好啦 谢公主救命之恩 待我送公主回宫之后 立刻去办 哎呀 那哪来得及呀 我跟你说 嗯 早会 不如这样 你先去办事情 我呢 就待在花马楼哪都不去 等你办完事情 我们再一起回宫 好不好呀 今天之变 今天之变 好 那小公主一定在花马楼等我 嗯 去吧去吧 哼 鬼才等你呢 等我找到我的如意兰君 我就跟他乱接天涯 到时候 看你去那里找我 哼 哼 作为我要换女装去 去去去去去 哟 回来了 来来来 坐下好好休息 我让大厨啊 烧几个好菜 帮你吃了满意 夏琳 上茶 好 快快 好 来 姑娘 喝茶 谢谢 你有没有看到一个超级大帅哥 我们这里有啊 琵琶 快过来 姑娘 你想听曲儿吗 就这样的练练枪啊 也就帅哥 脸上的胡子一般 倒是掩盖了不少丑碳 但是眉目中长头落尾 虽心有傲气 但是人气啊 哪有点帅气 配你还差不多 你 琵琶 琵琶 别拦我 你跟你说不是那样的 你站住 醒了 你站住 你站住 怎么又死你啊 这都说了吧 这都说不得 真会 水哥在哪里呢 我这表妹父母去世得早 被仲姐妹带大自幼受宠 虽然不算骄横 但是现在动了春心 异性要寻自己心目中的情郎 就算是石头牛也拉不回来啊 这仙女动了繁星 不也要离开天宫吗 花姐 我知道你的身份 请公主担待 我才不管你们的国事呢 都是狗咬狗的破事 我知道你为人仗义 又有背景 我只希望你能帮我看着这小公主 保护她的平安 这个 我就有心无力了 她要是待在花满楼 我可以担保 没有任何人敢动她一根蛤蟆 可她要是游历四方 寻找情郎 这我就 长辉 对 办法总是人想出来的 就看花姐你愿不愿意了 愿意愿意 嗯 哼哼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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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花姐 需要帮忙吗 不需要不需要 去忙吧 哦 哎 赶紧去 哎 哇 这什么呀 小姑娘 来来来 嗯 你叫我妈 嗯 过来 花姐跟你聊聊 聊什么呀 你孤身一人来到花满楼 可是在找什么人呢 这位大妈 你也是好犀利的 我有那么老吗 我顶多就是姐姐 不至于是大妈吧 你喜欢叫姐姐 就叫你姐姐好了 这不是我喜不喜欢的问题 这位姐姐啊 我前几天经过这里 看到一个爵士大帅哥 你看到他在这里没有啊 爵士大帅哥 对对对 他在那里 他几岁 家庭出生之后 结婚都没有 生存都没有啊 这爵士帅哥啊 我们这有很多 就是不知道你说的是哪一位呢 哪里有很多解释帅哥 生美标准也太低了吧 我们眼看的都是姐夫呀 姐夫 哎呀 就是丑八怪的意思啦 哦 哎 算了 你们这些 深野村夫的生美标准 太低了 算了 我还是垃圾天涯 继续找我的日月垃圾 你别急呀 哎 没错 我们这些乡野村夫啊 是不懂得欣赏美 可是你想啊 这爵士帅哥 你是在花满楼遇到的 他肯定还会再来呀 要是你云游四海 他刚好过来遇不到 那多可惜啊 嗯 好像也是这样子的 那 那好吧 我就在这里坐下来 你给我准备一件上法 十个四米 哈哈 好好啊 没问题啊 你有银两吗 银两 银两 银两是什么呀 花姐 你神神经经的干嘛 我来看看到这个时辰了 小二有什么大祸临头的 你倒是不嫌世道 啊 花姐 秋雨算命到底准不准 自己看喽 你们这些臭姐夫 我跟您说啊 求爸爸我呀 只给你们算命的 秋雨 嗯 我们对你倾心一片 呃 没什么非分之想 只希望 你能记住我们的 一片相思之情 啊 这是你个大榴莲啦 咦 姐夫啊 你这个别人轻轻飘的 人中还雪红呢 哎呀 你今天有劳一次摘啊 我干嘛 哎呀 你你你你你 姐夫你别躲 嗯 你太原血凹陷 全国仔细飘动 你老婆 偷人了 我 我老婆不会偷人的 就是啊秋雨姑娘 我们对你如此痴情 为何要如此对我们呢 我老婆走 干什么 为什么要抓我 你这一天说我米粮时候 大成就想着放 倘若多少过量 现在正确到 立刻跟我回家来 让我搞一个局 当时宰了你 等会儿 等会儿等会儿 走 走 少爷 夫人带着财宝 跟着隔壁的牛二虎 跑啦 你说什么 这宝宝我就是这么厉害的 吃饭 你半身旁 让你低连下 星星和少赖 低运浪 你五分之后 你走一次现在 您刚才坐摊 您到哪里住了吗 秋雨好想你的 好想你的 好想你的 小小处 秋雨姑娘 您倒是说说 我的大户 怎么解啊 解 怎么游戳你 我要花姐姐 诸诫诸诫诸诫诸诸诫诫诸诸诬诺説诫 我作作什么了 我作作什么了 我赔钱还不行吗 花姐 我们 要不要救救小二啊 她好像真的 大祸领头嘞 你倒是不嫌事大 mutually看了 你们啊 别听他胡揍 我这一天 踢心吊胆到现在了 这不还好好的吗 这都这个事成了 我还能有什么大火灵头呢 那我去试试吧 这能有什么呀 还给我算 有什么好算的 就这个还忽悠我 这就叫大火灵头 对呀 这就叫大火灵头 那邱玉算命 到底是准还是不准 你说说 咱这花板楼地处三国交界 什么样人没有啊 我本以为可以见到各色英雄 结果呢 你看看平时那一个个来的 不是什么 歪瓜裂枣 就是什么肥头大尔 那些都能看吧 要说帅哥呀 还得看前朝 天下太平 百姓安居乐业 人长得自然也就帅气呀 我们民国 以各国通风 按说应该有很多回学吧 可是 哥哥都是姐夫 没有一个宅心夜幕的 急死宝宝了 姐妹们 你们有所不知 这男人啊 分北熊 南美 且听奴家戏戏道来 这北方汉子呀 虽然是操了一点 但是他们带着一股的阴气 嗷手挺胸 永远都看起来特别的阴武 这南方汉子呢 长相柔美 长相清秀 但是他们风姿 绰约 其实啊 都不错了 但是我们这个地方呢 北方汉子不到 南方汉子也不来 来的都是一些逃难的 哪来那么多英雄帅哥 如果这要说起来 咱们这花满楼 也就赵琵琶 长得还算可以 赵琵琶 虽然平时看起来 我问说说的 但是眉不知间 还是有一点点 清醒之气的 你觉得大姐夫 就是有点 这赵琵琶笑起来 这还是很帅的 夏莲 你就别犯花痴了 这赵琵琶 浓眉大眼高鼻梁 一看就有胡人的血统 你们几个都没见过世面 当然觉得新鲜了 再加上来我们这里的人 全都是歪歪裂枣 你们当然觉得他好了 但是在我看来呀 也就自色贫贫 中人之姿 还可以吧 最起码有才嘛 对吧 琵琶他们还不错 就不叫他酒吧 给个棒球当真 对呀 脑子有问题 真的觉得自己可帅了 也就算过得去 我打 我说各位各位 想当年我吴小二 在京城的时候 那也算得上是 京城之草 都城之花 朝廷之小鲜肉 百观中之大帅哥呀 你们看我 看我 其实啊 小二长得还是不错的 你看啊 来 来 来 站好 站好 如果说 小二的眉毛 要是能再浓一点的话 那就是 双阴斩赤眉 你们知道吗 在京城啊 只有京城四少 才有这样的眉毛呢 可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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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说他干嘛 你就说说 我不错在哪儿吧 你们再看看小二的鼻子 如果能稍微再挺一点点的话 那就是通天避雨避 燕北四劫才有那样的鼻子呢 可惜 可惜 李冒潮 李大姐 您倒是说说 我不错在哪儿啊 非要我说你不错在哪儿的话 还真是一个千古未解之谜啊 小二 过来 我告诉你你好在哪儿啊 小二 你人品好呀 对不对 不要太在意长相这种事情嘛 乖啊 来 好吃 小二 过来过来 过来嘛 我告诉你 你哪儿好啊 快 快来 来吃 小二啊 这人的长相呢 是天生的 长得丑呢 又不是你的错对吧 别气嘞 别泄气 勇敢地向前看 加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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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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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跟你说 快去快去 快去快去 快去 小二啊 我跟你说 其实啊 你啊 不是最差的啊 你看啊 我看你看这么久 都没有吐 说明你啊 还是不错的 嗯 嘖 嘖 嘖 Monica 哈 专他 啊 C 救 Mona Kız 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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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当年我吴小2的精春的时候 那也是受很多人追捧的 你们竟然羞辱舞蹈如此地步 难不成是当年我在竞争的时候 那些人看我位高权重 故意判我马屁 你想多了 你想多了 那帮女人太恶毒了 像我吴小二虽然没那么帅 但也不至于那么丑吧 我小二每天穿着这只破衣服 在前面糊涂跑来跑去 那还有一点点潇洒呢 那还有一点点疯子呢 倘若让我穿上赵匹马的锦绣之服 我一定是英俊潇洒 风流涕荡的美男子 我有很多话想跟大家说 但是想来想去 只有四个字 我很帅啊 摄像师 摄像师 不要吐嘛 给个面子 好尴尬 何总 何总 连何总都跑了 你来说我是不是很帅 不理我行 你狠 何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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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来来来 谁谁谁叫我 他妈哪个倒霉海了 这你们能吃吗 我去 你 扭啊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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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花姐开不开心 那怎么 小哥哥 怎么了这是 小儿 小儿 好 现在的我长得多么好看 我长得多么好看 闭嘴 闭嘴 多么好看 怎么了这是 小二 没事没事 何总刚刚说了 小二吃着毒蘑菇 毒蘑菇 这会儿估计正迷糊着呢 会不会死人啊 花姐糟了你又害死小二了 她又死了 怎么办 我看我们还是各回各家 各找各妈 该嫁人嫁人 该许欣去亲吧 西川 去厨房看一下 还有野莫毒蘑菇 给莫收一两口 花姐没用 何总说了 那蘑菇毒不死人 好 你个 你个何胖子 你还真想毒死我啊 少说废话 这小二怎么扮演 快被死 光府空门来查 快被封电 要不我们把行李分了 各自回家 该去亲亲 该嫁人嫁人 哎呀花姐 别急别急啊 何总说了 这蘑菇顶多产生点幻觉 吃不死人 表面看起来 跟长人也没什么差别 不过她的内心 应该正在经历着一种 与众不同的感觉 这小二没事 没事 跟长人一样 一样啊 那还愣着干嘛 干过去 哦 哎 慢着 西川 你一口一个何总说何总说 何总人呢 他怕你骂他 不敢出来 哦 开工啦 哦 嗯 嗯 你 过来 我问问你 这可是花满楼啊 是啊是啊 当真 当 当 当真 你看 拍片上还写着呢 花满楼 废话 我要是认识字 我还问你啊 你 你 什么人啊 不是给孩子杀外奉 不用你 来人 来啦 这位客官 想必是从远道而来 带小生 介绍几道当地的美食 让您 宾至如归 废话少说 听说你们花满楼的姑娘 叶明远波 去 给我招几个姑娘来 喝酒 好嘞 客官请稍候 小生 去去就来 那个客人 看上去飞扬跋扈 看上去像是军女出身 不知道到我花满楼 是想干什么 花姐 休要担忧 正所谓 水来火挡 降来冰挡 并来如山倒 并去如抽丝 看来这毒性还没过去 唉 琵琶 快去给客人弹琴助兴 嘿嘿嘿 大爷 慢用啊 花姐 这位客人 哎 正所谓 落花有意 流水无情 既酒交愁 愁更愁 哎 这位客官 是想要 花满楼的姑娘 陪酒助兴 吓我一跳 这还不容易 我们花满楼的姑娘免费 这酒钱啊 却是一文都少不得 姑娘们何在 来了来了 来了来了 你这是召唤神龙呢 还是召唤无鬼韵才呀 来客人了 趁店里空 你们谁去啊 好有心啊 几位姐姐 请自重 带我慢慢给你们介绍 这位客官言辞无礼 态度居傲 以我看来 不是高官 就是富豪 各位姐姐 好好伺候 你说什么 就是什么 你们谁去啊 嗯 小王李莫愁在京城 哪个大官贵人没有见过 这大官贵人讲是套路 摆的是谱子 不懂套路不会摆谱 那叫丢脸跌份 要说这套路和摆谱 这话马楼应该没人敢跟我比吧 这李莫愁 不知轻重 恐怕要吃亏呀 好帅啊 好帅 太有心了 你有意思吗 也 Mayo 说 goodbye się 得到 好帅 借